四水副将于化,拿捷着老帅黄滚父子,去昭歌城,勤功受赏,刚走的川雲关这儿,碰上个节道的,于化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这光天化日之下,孤身一个人,站在这个大路的正中间,敢结大队官兵, 这叫好几千人骂呀,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有什么毛病啊,等他催金睛驮过来这么一看,又化罩愣了,怎么了,看这位节路的呀,非同凡想,此人身高有丈六,头腕霜爪地前发西眉后发盖梗, 哎哟,面如浮粉,红中透润啊,这是眉清目秀,齿不春红,这个道童是真漂亮,身招大红袍,妖际水火丝韬,宝蓝色的中衣,脚下,白袜马铝,足灯风火轮,手中横着一条火箭枪,啪啪啪啪啪, 你那香尖一直往外蹦火轮子啊,哎哟,你话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啊,这么大的口气,在这儿节道怎么着,太上老尊从你这儿过一过,也得给你留下一块金砖啊,啊,你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啊, 道童听着这儿冷笑了一声,我乃前元山金光洞,太义真人的门人,哪吒师爷,奉师命,来打救吴城王,啊,于话一听,是为黄飞虎来的啊,啊,修走,看兵器, 说着往前一催金镜头,举双脊就劈啊,哪吒哪把他放在心上,几个回合呀,就把于话给杀懵了,于话一想,我别跟他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此人是枪法如神,尤其他那枪在你眼前这么一晃,啪啪,火星都往脸上直蹦,烫着怎么办呢,回剑吧,一搏金金送,哪吒一看, 他要败走,这是炸败,休走,登风火轮就赶上来,于话有打抱屁囊里头,就把陆魂帆取出来,啪啪这声这么一戳,啪,这手小帆随风掌啊,啪,一掌来勾,帆顶上有一团黑雾,这黑雾是越来越大啊,嗯,于话,龙眼神一看啊, 只见哪吒,不错眼珠瞅着这团黑雾,他不仅呢,离远了看,而且,蹬着风火轮到了近前来,他围着那路魂帆,转了仨圈,他越看觉得越好玩,用手啊,还在那慢慢吃山呢,他想把这堆黑雾,给山散了, 哎,哎,你话蒙了,怎么,谁借我这路魂帆,都得滚安落马呀,我说这人怎么回事,路魂帆,路魂帆,哎,是把血肉之躯,见着这手帆,就得摔倒在地,哎,等着把这帆收起来, 这人才还行过来,又复苏了,哪吒不行,哪吒怎么不行,他连花化身,他没魂啊,所以,他要仔细把这帆打亮打亮,看了半天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哪吒一伸手本,把这帆扒起来了, 随后,随后,爷她走里了,哎,余花一瞧,这哪给哪儿是,啊,还我的宝贝,他催金经受过来,要跟哪吒拼命,哪吒一看,啊,你的宝贝使完了,你尝尝我的吧,自己一伸手,由包皮囊里把大仙砖,衬出一块里,忘使他们一刀一刀金光,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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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 整砸着于化的后背上 于化就觉得呀 眼前一阵发黑呀 心里发烫嗓子发闲 这脚里不得劲 一张嘴哇一口鲜血 就吐出来了 好嘛血染了 骆驼头 于化这可真叫报案处写呀 咋抱着这骆驼脖子 就败下去了 落荒而逃 哪吒一看他败了登风火轮 奔他手下这些军校就来了 一通乱杀 哪吒杀着这个过瘾 自从九曲河抽了龙金之后 南天门 把他打下了东海龙王的原身 三次追杀副帅李靖 他总没过瘾呢 没过这打仗的瘾 今儿个 哎呦 他这条火尖枪啊 那像出海一条龙啊 是摇头白尾 你赶眼的功夫 让他挑了 有一二百军校 剩下那些个呀 吓得是望风逃窜 全跑了 哎呦 修车里边的老帅黄滚 和五成王 看着清楚 听着明白 老帅黄滚不由自主 喊了一声 先通救我 哪吒看了看这几辆秋车 挨个去开锁 那多麻烦呢 他把金砖望起这么一抖啊 金砖油上 往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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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辆秋车 被他打得粉碎 以老帅黄滚为首的呀 过来都给哪吒跪下了 吓得哪吒 跳下风火轮 赶快还礼呀 老帅 千万不要给我失礼 弟子啊 是奉施命 来解救你们父子 我父不是旁人啊 是陈塘官的总兵 李靖 哎哟 五成王黄飞虎 这么一听 原来是李靖的公子啊 哎呀 多谢您的老师 要多谢李靖将军 这一家不知道怎么敢计 哪吒号了 哪吒一看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哎 我不仅奉施命 来解救诸位 师父嘱咐了 还要让我把诸位 一起送出四水关 你们各位赶快上马 咱们立刻 杀奔四水关 还是至极为咱们一听 甭辟多高兴啊 龙欢无谦 黄明周地 一个个踏唇魔掌嘛 个个飞身上马 临时抓些兵器呗 捡着刀就钻刀 拿着枪就钻枪了 跟着哪吒 就杀回来了 那位于化将军 保安吐血 他跑回了四水关 一到帅府这儿 见着韩荣 站都站不住了 哎呦 这份可怜下 我蹬一下 他半躺半卧 躺在韩荣的面前 韩荣一瞧 阿夏将军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去的时候 我亲自送你 敬高采烈 威风的那煞气腾腾啊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回来了 面如金纸啊 上气不接下气 好像是亡魂接冒 你这是 为何呀 于化 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 把韩荣啊 连气待下 浑尘之哆嗦 好皮肤 他是什么人呢 这么大的胆量啊 敢劫持活炸要饭 这还了得 什么什么 陆魂帆也让他收了去了 哎呀 那还谁帮着我守关呢 话还没说完呢 哪吒到了 这倒好 哪吒不用什么官钱讨债 直接就站到他的帅府前了 这些人都不知道 这哪吒怎么进来的 他怎么进来的 从半旋空飘进来的 那风火轮 要多高有多高啊 要多快有多快 韩荣一看不好 赶快上马 他抡起大刀来 要跟哪吒 这站一百回合 哪吒哪吒哪吒 公算跟他打呀 现在他急于送皇家父子出关 顺手 由豹皮囊里头 抓了一把 就把乾坤圈抓出来 喳喳 就是一样 这乾坤圈 韩荣啊 当时金断骨车呀 他大叫一声 别说小小的守官将韩荣了 那四海龙王之首 啊 奥广老龙王怎么样 三川下去 就现了原形了 那是金光洞 镇洞之宝啊 哎呦 大的韩荣惨叫一声 落荒儿潮啊 哪吒一通追杀 把韩荣和余化都给赶出关去了 然后 哪吒告诉吴城王黄飞虎大王千岁 您的人马呢 呃 您的东西呢 这东西还没等拆开呢 还都在车上那放着呢 韩荣准备啊 等余化回来当着面 别回头我这里边有什么假的藏椰 摆在私自藏器几件里 让你看看都有什么咱俩该分 现在甭分了 都归人家了 不仅物归原主 连韩荣的老本 全搭上了 哎 韩荣不是说 得了外财 他就富了吗 哎 如此看来这人哪 别太贪了 吴城王黄飞虎 被把失去的东西失而复得 假将兵兵一个不少 全家团圆 不知怎么感谢哪吒好了 要留哪吒在四可关这会儿 住上几日 哪吒乐了 大王千岁 我哪有时间在这儿住啊 现在我已经完成师命 我要回山复命 不久我就要下山来了 师父跟我说了 大王千岁 我和我的父亲 以及我两家兄长 都要和您呢 是同殿称臣 兴州灭州 今日一别自有相丰之日 哪吒不才 告辞了 哪吒说完之后 驾起风火轮 回了前原山了 多漂亮 干净利落脆 这活干的 手不沾面 面不沾盆呢 吴城王黄飞虎 仰空而乱 看着哪吒 走得无影无踪了 他这才 望空一败 然后搀扶老父亲上马 不敢在四水关这儿耽搁 全家老少 马不停蹄呀 来到了西齐地界 过了首阳山 前面是金鸡岭 把人马扎住 不能往前再走了 吴城王和老父黄滚商量 富帅 您看咱们全家一起去见江丞相啊 还是孩儿我先去和武王激发和丞相江上打个招呼好呢 老帅黄滚这么一听 哎呀 我儿想的周到啊 不要这样大队人马 直奔西齐城 知道的主呢 你我父子 落难逃荒之辞 偷奔西齐 不知道呢 还以为咱们 要偷袭圣地呢 为什么称这地方是圣地啊 因为这是文王激昌的地盘啊 那文王不是那是当时当代的圣人吗 所以叫圣地 父子经过一番商量 第二天一早 吴城王换成便服 带着两个随从 就奔西齐城来 等来到西齐进城这么一看呢 当时是感叹不已呀 怎么了 哎呀 西齐这个地方太漂亮 山清水秀 日历风河 再看着城中的百姓 长者先幼者后 功买功卖 路不时宜 是行人让步 哼 吴城王心想 难怪呀 是圣人久居之地呀 他下了坐骑 跟路人打听 打听江城向主 有人呢 不单 给吴城王指路 还陪着 吴城王黄飞虎走了一段路 告诉他 您看 前面不远那座府地 就是我家 江城相属 哦 多谢 多谢 吴城王到府门前 规规矩矩往门口那一站 门上人出来这么一看 哎 呃 这位将军 您 有什么事吗 吴城王一共守 请您到里面通病一声 您锁门外有犯官黄飞虎拜见 吴城王现在很担心 他担心什么呀 怕人家不见呗 那完全可能啊 听说你 反了昭阁 君臣大战 好家伙 是皇上下旨 通缉的要犯 谁敢收留啊 那不要怎么办呢 昨天晚上 吴城王大半夜 觉都没睡好啊 真是心悬两地啊 今天 站在丞相府前 他也是 称慌称虹 门上人一听啊 请将军少后 说完了 进去 到书房 一禀报 江丞相正在看书呢 他一听什么 黄飞虎拜见 哎呀 那不是镇国 武城王吗 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我西齐了 人在哪里 就在门外 哎呀 快醒啊 把府门打开 大门 大门二门 锤火门 把门全都开开 江丝牙亲自 掌握 掌握 来到外边 爷见武城王 黄飞虎 黄飞虎 扑的一声 怎么了 那真是堆金山倒霓虎啊 见着江丝牙 铺身跪倒 给江丞相十大礼 犯官黄飞虎 拜见丞相 江丝牙是顶礼相还啊 岂甘岂甘 大方千岁 不必如此多礼啊 千岁 这是从哪里来啊 哎呀 此地不是讲话所在 屈尊千岁的打架 书房一续 说着江丝牙在前边领路 和武城王啊 携手而行 武城王十分感动 眼泪围着眼圈直转 到屋里分宾堵落座 武疾赶忙献查呀 江丝牙上下打量武城王 大王千岁 不带昭歌 怎么会来到西齐呢 黄飞虎长叹一声 就把一番经过 一五一十 都跟江丞相说了 最后烦劳丞相 请求 武王 能够收下我这只 狮林之鸟 我在西齐 借一只而牺牲 那就是说我呀 是一只鸟 没地方落 甭说林子 连棵树都找不着了 能不能啊 在这会儿借一只 作为荣身之处 紫牙很感动啊 他安慰武城王黄飞虎 王家千岁 能够弃案投名 离开昭歌来到西齐 千岁做得对啊 现在昼王无道信 宠达地残害忠良 四海皆远民不聊生啊 大王能十分明智的 君不认 臣责民主啊 父不认子奔他乡 能够起昭歌来到我西齐 乃我西齐之姓也 我家大王千岁 武王激发之姓也 不知道现在老帅在何处 说在金基岭 我要亲自去看望 哎呀 武城王一听 我怎么敢当呢 江子呀 留武城王在府里 第二天一早 自己在银安殿 亲自 秉明了武王激发 激发他们一听 哎呀 原来是武城王黄飞虎啊 那是先王之恩人啊 父王临终之时 还一再提念此事啊 当年若不是武城王 赠令剑 新王焉得能够出关 虽然先王是让儿子雷阵子 背出来的 但是武城王令剑在先 正愁此恩此得 无以达报呢 那么大王千岁 亲自到西齐来了 哎 相述啊 我们应该特别欢迎 当然当然 江子呀 就把怎么安排的 跟武王激发说了说 激发高松 江丹相 他要亲自 去迎接武城王 哼 武城王皇家父子进西齐这天 整个西齐城啊 热闹非凡啊 又是一番悬灯皆彩 那家家戴 奔走相告 说武城王欺烂投名 离开昭歌 到我西齐来了 大家呀 一个个 都喜不自禁 兴高采烈 武王激发呢 在银安殿 大排炎烈 自己亲帅文武 和江丹相 亲自拔展 给武城王父子接风 在九贤前 那么江子牙就提到 说怎么安排 武城王皇废 激发道就想好了 怎么安排 武城王千岁到我西齐来 那就像在昭歌一样 官赴原职 而且 还要 晋级家赏 那么武城王 在这个昭歌的时候 不是官拜镇国武城王 今日来到我西齐了 我拜 非虎将军 为开国武城王 老帅黄滚 还是祖帅 各个将校 是各案齐职啊 皆有封赏 大庆祝了三天 武王提发 亲自批准 是江子牙 亲自 督见 给武城王 黄飞虎 起造福地 咱们说吧 这座新 武城王府啊 比那个 昭歌城 那旧武城王府 还得宽守 还得气派 这叫什么呀 这叫狼行千里吃肉 老帅 黄滚和 武城王 黄飞虎一家呀 欣喜不宜 感动 非常啊 黄明提议 打造两个牌位 一个是贾氏夫人的 一个是黄娘娘的 供起来 有朝一日 等着兵法昭歌的时候 背着这俩牌位 杀进昭歌城 斩昏君出妖妃啊 给娘娘和夫人报仇 这位武城王一到西齐啊 那可真是龙龟大海 虎上山啊 下河民一上顺天 调民发罪 忠无道 是临间阁下美名传啊 激发子牙 这一收留武城王 可闯了大祸了 只惹的是文太师西齐大战 江子牙浑游昆仑山 深公报三强风神榜 太上老君 汇群仙 这一系列的热闹节目 下部再讲